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非为其甚的故事 这个故事讲王岛用下棋来判断一个人的修养 先跟标书竹子竹具解释原文 江浦叶年少江兵年纪比较轻的时候 王丞相呼吁供旗 这个王岛王丞相呼就是喊他过来 小江过来和我下棋 供就是一起的意思 王守长不如两道许 这个王岛下棋称为守坛 这个王岛下棋的本事 尝试曾经不如比不上 不如谁呢 不如江兵两道许 就比他差两个子 下棋讲究谁先让谁几个子 说明他比他能力要强几个子 而欲敌道系 可是今天王岛就想和他 好好的拼杀一番 第一道本来本事不如他 但今天不要你让两个子 我就和你硬拼硬的 下一场棋 事已观之 王岛就想尝试着 看看江兵这个人 这个人品怎么样 因为可以通过下棋 能够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和秉性 江兵就很为难了 不记下 心里面在琢磨 我今天是要让他好呢 还不让好呢 在那犹豫了半天 没有马上下棋 说明这个人心思比较缜密 王曰君何以不行 哎呀你干嘛不下呀 下呀 江曰恐不得 江兵说呀 哎呀我恐怕下不过你呀 这个是江兵的牵称 明明知道自己比他要强 但是啊嘴上说呀 哎呀 这个恐怕呀 我今天下不过你 棒有刻约 棒啊就是旁边啊 有其他的观旗的人说呀 此年少戏乃不饿 哎呀 这小伙子呀 戏就是指啊 下棋的这个本事 可不差哟 下棋很厉害 王徐菊首约 此年少非为围起剑圣 王导呀 本来低着头 看这个棋盘 慢慢的抬起头说呀 这个小伙子呀 可不仅仅靠围起而建长哟 这个人啊 心思比较缜密哟 然后更标书完整的解释原文 江兵江谱业啊 这个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啊 有一次王导王丞相啊 喊他过来一起下棋 这个王导呀 他下棋的本事啊 其实曾经 比不上江兵啊 比他要足足差两个子 但是今天呢 王导就想不要让他 让子 就是和他硬拼 以此来尝试着看看 他这个人啊 做人怎么样 这个江兵啊 就很为难了 没有急着落子 王导说 哎 小江啊 你干嘛不下呀 江兵说呀 哎呀 我今天啊 恐怕要吓不过你了 旁边有客人说呀 这个小伙子啊 下棋的本事啊 可不赖哦 王导慢慢地抬起头 微微一笑说 哎呀 这个小伙子呀 可不仅仅是下棋厉害哦 这个小伙子啊 心思也很厉害哦 最后再跟标书完整的朗诵原文 江朴叶年少 王丞相呼吁共齐 王手长不如两道许 而欲敌道系 事已观之 江不记下 王曰君何以不行 江曰恐不得而 棒有客曰 此年少戏乃不饿 王徐菊首曰 此年少飞为围棋见圣 每天跟标书 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故文的翻译读懂 天下之书 谢谢